让我们再来看到茶园机械花的生产 省工省时效率高 而对于一般消费大众对手采茶的迷思 瑞翠香五鹤茶区茶农表示 主要关键在于制茶技术之外 机材茶与一般手采茶的茶叶茶经品质 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而机材茶园管理之下 也提高了茶素素食的健康 产量以及品质也就相对稳定 不论是时下年轻人喜爱的气泡茶饮 还是单一茶香甘甜的蜜香红茶 或者满口浓郁又花香气的蜜香又花茶 茶经原料全都是出自于机械采摘而来 品质风味不输人工手采茶 时间点十点到下两三点 这个机材的采出来的 采回来的茶青 就是比较有花香没有露水 所以我们也成就了我们这个制茶 然后比较不会那么辛苦 现在的机材的设备都要比以前更先进 而且透过一个AI的一个控制 那它采集的这个茶青原物料 跟手采的都差不多 论是香茶农在农粮署东区分署等农政单位的辅导协助下 积极朝向茶园机械化生产管理的方向迈进 不论是茶园规格化还是在地机械操作员 制茶师傅 尤其在机械采茶量能大 后端机械化茶厂产能的配合也都逐步跟上 像种稻子这样子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机械化的时候呢 它就有办法再夺回我们台湾茶在国际市场的地位 因为价格合理 然后品质又好 然后又可以有量的一个产出 那这时候是国际市场最爱的 将来这些机械化采收之后 它的量能会非常的大 那所以我们在制茶加工厂跟制茶设备的部分 那我们也跟合作社来做一个合作 那希望能够把这些量产的这些原物料 能够透过一贯化的机械设备 跟这个符合卫生环境的这种加工厂 来制作出更好的一个蜜香红茶 相较于西部东部茶园分布 估算平均都低于海拔500公尺以下 不过产区日造族早晚温差大 气候条件优 而且茶园大且完整 非常适合机械化生产管理 茶区农民也开始转型改变 超向茶园机械化前进 希望再创茶产业的第二高峰 记得是玉兰最次采访报导 未经许可, 酒,酒,酒,酒... 谢谢大家